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战略分析 也就是战略管理过程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前面说过战略分析其实就是环境分析 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企业经营所述的环境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外部环境 一类是内部环境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章教材整个的结构是分三节 其中第一节主要介绍外部环境它分析的内容 第二节介绍的是内部环境分析相关的内容 在内外部环境分析都结束之后 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对整体的环境有一个把握 第三节就给我们介绍整体环境分析的一种工具 叫死卧的分析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二章它的基本结构 那下面看一看这三节它们各自的具体内容 先看第一节外部环境分析 按照我们二年教材它的编写 外部环境分三个层面进一步展开 首先我们分析的是宏观环境 所谓的宏观环境主要指的是企业 经营所在地 当地整个国家的宏观环境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会把这个国家整体的宏观环境 我们分成四个要素来做研究 那分别涉及呢 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 所以这个层面我们学习的分析模型 主要就是PEST模型 这是第一个 那宏观环境分析完之后 接下来呢 第二层面要分析产业环境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企业在当地经营 首先去分析所在国家的整体环境状况 那么接下来呢 在当地经营的时候 你这个企业一定是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产业来展开经营 所以我们第二层面 要分析所在产业它的整体环境状况 那么谈到产业环境分析的时候 教材呢 给我们介绍了三个分析理论 第一个就是呢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第二个就是呢 武力模型 第三个就是成功关键因素 这三个理论都是用于产业环境分析 但是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这三个内容当中 前两个内容应该算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内容 成功关键因素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细小的内容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预习环节 我们给大家梳理的主要是前两个分析模型 成功关键因素 我们暂时呢 先把它放在一边去了 等到明年三月份进入基础环节学习的时候 我们再去适当的兼顾就行了 这是外部环境的第二层面 然后接着第三个层面就是呢 竞争环境分析 想想逻辑 是不是说当企业对自己所住的产业都了解了 那接着还有分析什么呢 作为产业当中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去满足顾客的需求 那要想满足顾客需求 就必须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 那这个市场当中一定存在竞争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要了解的是竞争环境分析 那么对竞争环境做分析的时候 教材呢是介绍两个分析理论 一个呢叫竞争对手分析 一个叫战略群组 这就是我们第一节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接着看第二节内部环境分析 教材给我们讲三个内容 第一资源和能力分析 第二价值链分析 第三业务组合分析 那么从第二节这三个点 他们的关系来看 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太强的逻辑关系 所以在这大家呢 就按照三个独立的理论 我们分别掌握它的具体结论 这就行了 那先看第一个资源和能力分析 谈到资源和能力分析的时候 教材呢按照四块内容 给我们做了展开 首先分析企业有什么资源 在分析完资源之后呢 再分析企业的能力 企业有资源有能力了 接着再去分析 企业具备不具备相关的核心能力 所以这三个内容 它们之间存在呢一个逻辑属现 那这个数理完之后 第二把还有第四个内容 叫什么呢 叫产业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我们简单把它表达为叫 钻石模型 这个地方呢 我需要提示一下 钻石模型 在以前是放在第一节 作为第四个层面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二二年教材相关的编写者 就把钻石模型呢 从第一节外部环境 调整位置 调整到第二节内部环境里边来了 那么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按照我对战略这门课 相关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我个人觉得 这个位置的调整 并不是特别的恰当 一般来讲 钻石模型更多 应该是针对外部环境做分析 所以大家呢 知道一下这个变化 那么今年 也就是二三年 完全有可能 我们相关的教材编写者 再把它重新调整回第一节 所以大家呢 如果遇到这种变化了 也不要感到惊讶 这个完全就是不同年份 教材的编写者 他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而已 但是从考试来讲的话 这种位置的变化 对于我们大家 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因为这个点 如果要考的话 就是单独针对 钻石模型做考核 它一般不涉及 它到底是外部环境 还是内部环境 所以大家呢 知道背景就足够了 这就是我们讲 第一个资源和能力分析 然后接着 第二个内容呢 教材讲的是价值点分析 这个也是我们战略管理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它的提出者 就是麦克尔波斯教授 那么谈到价值点分析的时候 教材讲了三个内容 但是中间这个内容 我们一般会选择放掉 它本身呢 没有什么可考性 我们讲解复习的 就是第一个内容和第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叫价值点的两类活动 第三个内容 叫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点分析 这个呢 理论比较抽象 所以大家呢 还要适当的加强预许 多理解 那接着 内部环境分析的第三个 就是业务组合分析 什么业务组合 简单的讲 一个企业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 可能会同时进行多种不同的业务 这些不同业务之间的搭配组合关系 就叫业务组合 那么对其而言 你就必须清楚知道 这个业务组合 它包括哪些不同业务 它们各自上表现的特征是什么 给一起做的贡献有什么差别 我们根据这个 才可能做技术的调整和决策 这就是业务组合分析 那么业务组合分析呢 教材讲了两个分析模型 一个叫波士顿矩阵 一个叫通用矩阵 其中通用矩阵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考过 所以这个内容 我们预计环节 我也选择把它放掉了 我们暂时不用管它 我们呢 重点梳理波士顿矩阵 它的基本内容 基本结构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二节 内部环节分析 它的基本架构 那接着第三节 就是斯沃的分析 斯沃的分析 作为一节来设置了 但是坦率的讲 它的内容 或者说理论内容 其实呢 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呢 也不展开说了 等我们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大家按照我的提示 把它的基本框架 适当熟悉 就完事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二章 它的基本结构 希望大家呢 不要着急往下听 结合讲义 先把这一张 整个的架构图 我们再去适当多看几遍 争取把这个架构 在拿海当中呢 让它留下一个 比较清晰的印象 印象建立起来了 那下面我就带着大家 按照我们预习班讲义 所总结的内容 我们逐一把它展开 首先呢 看清楚 这一张预习班的讲义 仍然是按照三节 为大家做相关的组织 我们就按照三节展开 先看第一节 外部环境 那外部环境呢 我们还是按照三个层面 去进步展开 涉及宏观环境 产业环境 竞争环境分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 就是宏观环境分析 这个地方 我们学习的理论 就是PEST模型 换句话来讲 一个企业 在一个特定国家 展开经营的时候 首先需要去了解 整个国家的状态 那么国家的因素 环境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呢 总体把它归为四大类 分别涉及政治法律 经济 社会文化 和技术环境 那么我们理论上呢 就是这四个环境要素的 英文单词的 同一个字母 把它缩下到一起 就叫PEST模型 那么大家 复预习的时候 主要就是把这四个环境要素 都包含哪些细节内容 我们熟悉就行了 我再强调一下 不用抠的太细 熟悉就足够了 那下边呢 我就带着大家快速的把它过一遍 第一个呢 就是政治法律因素 大家看到 其中包含两块 一块呢 是政治 一块是法律 法律呢 我们在这呢 就暂时不谈了 因为法律线索呢 非常的简单 通常都是指该国的立法 该国的法律执行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呢 稍微强调一下政治因素 那么因为 当我们进入该国经营的时候 这个国家整体的政治格局 它采取的政治制度 它的政党分布 一定会对企业在当地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要分析当地的政治环境 那么政治环境分析的时候 教材呢 建议从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 当地它的政局稳定程度 第二呢 当地的政府行为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个所谓的政府行为 主要指的就是当地政府如何对待 它自己所掌控的各种资源 比如说当地如果有石油储备 石油资源 那么当地政府怎么对待这个石油 像我们国家呢 我们有稀土资源 我们中国政府怎么对待稀土资源 这就是政府行为 那这种行为的变化 也会对相关行业 相关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后第三方面呢 就分析当地的执政党 它持的态度 它推行的基本政策 那执政党不一样 这个态度政策 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就是呢 看一看政治利益集团 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就是呢 从政治环境分析来讲 四个主要的方面 这是第一大块 然后第二大块呢 就是分析当地的经济环境 这个对企业进行是密切相关的 对不对 那么经济环境呢 我们教材从如下五个方面 给我们做了相关的介绍 第一个呢 叫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呢 叫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叫经济体制 第四呢 叫宏观金政策 第五就是其他 那这五个方面 我们讲义呢 都为大家保留了教材 它详细的内容 我们在课堂上 就不再过分的展开 我下边呢 就稍微的解释一下 大家的听一听 有个基本的了解 第一个呢 叫社会经济结构 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 主要指的是当地这个国家 它整体的经济 它的组成部分 以及他们组成部分间的比例关系 这叫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衡量社会经济结构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模型 我在这呢 就讲其中一个结构 就是大家熟悉的产业结构 最典型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那你看 不同国家 是不是这个结构 它的比重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比重大小不一样 就会对在该国经营的企业 造成相关的影响 这叫社会经济结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经济发展水平 就是这个国家 宏观经济发展的水平 而我们一般情况下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最常见的指标是哪一个 那就是GDP 大家就熟悉了吧 这个国家GDP是多少多少万亿 这个GDP资长速度是3% 还是5% 还是10% 这个呢 也会对相关企业造成影响 然后第三个 经济体制 这个呢不用管他了 第四个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因为任何国家 在管理整个社会 经济发展的时候 都会通过制定颁布实施 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 来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典型的包括哪些呢 典型的宏观经济政策 就包括所谓的货币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 那么大家平时或多或少 应该会了解一些 对吧 如果具体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国家政府 它把存贷款利率把它提高了 加息了 就像现在美国 步入了加息周期 那是不是对美国当地的企业造成影响了 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 很多行业企业造成间接的影响 这都是叫宏观经济政策 它犯罪 那最后一个其他 我们就不展开了 这就是第二大块 叫经济环境 那第三大块呢 我们叫社会文化环境 主要指的是文化背景 因为全世界有众多的国家和地区 从历史发展来看 由于历史发展的途径不一样 所以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 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 有一定差异 那么当我们企业改善经营的时候 就必须对自己 所记住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 要充分的了解 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 就可能由于存在文化差异 导致呢某些措施 触犯了当地的文化禁忌 反过来给其造成相关的影响 那这个文化呢 我们从如下这个方面去展开 第一 首先去分析当地的人口因素 比如说当地的人口总体规模 当地人口的基本结构 包括什么性别结构啊 年龄结构啊等等等等 还包括其他一些相关的因素 分析人口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分析当地的社会流动性 第三个分析当地消费者的消费性 因为不同国家 消费心理呢 是有很明显差异的 就像我们中国来讲 我们中国消费者 普遍存在的消费心理 是什么心理呢 叫攀比的消费心理 最常见一句话是什么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不是很多年轻家长 被洗脑的一句话 这句话背后 其实体验的就是一个 攀比的消费心理 那这种攀比的消费心理 就会对相关企业 遭受一定影响 对不对 然后接着 下面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再有一个就是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的文化 跟西方的文化 存在很明显的差异 还包括呢 不同国家 人群 消费者 它的价值观 会不太完全一样 那么这种价值观的 差异和变化 也会影响 这些不同国家 和地区消费者 呈现出不同的 消费行为特征 这就是呢 社会文化因素 教材所讲的 几大块内容 那最后一个 就是呢 技术因素 由于技术因素呢 我们一般不涉及 太细的考核 所以在这呢 我就不再展开 用一句话 简单概括 哪句话呢 邓小平同志 说过一句话 大家能想起来吧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技术 总是在不断变化 总是不断进步的 所以技术的变化和进步 也会对相关的行业和企业 造成影响 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宏观环境 PES模型 它的基本框架 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么大家呢 课下 要么依托讲义 要么依托教材 再自行呢 把这几大块细节文字 我们稍微读一读 熟悉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第一个层面 宏观环境 这个分析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二层面 我们涉及产业环境分析 按照前面的提示 产业环境分析 教材讲了三个内容 但是第三个内容 成功观念因素 我们在预习环节呢 可以选择把它暂时放一放 不管它 我们下边呢 重点树立前两个分析理论 一个是产品生命周期 一个是武力模型 我们先看第一个 产品生命周期 那么这里边呢 要注意 当谈到生命周期理论的时候 根据它的研究对象不同 其实呢 理论界有三个不同的观点 或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个呢 叫产品生命周期 一个呢 叫企业生命周期 一个叫产业生命周期 大家能够琢磨出 它的区别了吧 第一个理论 研究对象是产品 第二个研究对象是企业 第三个研究对象是产业 那你看 我们现在所学的位置是什么 是产业环定分析 没错吧 所以如果严格来讲 这个地方 教材应该给我们讲 产业生命周期的相关结论 但是教材没有这样来编 他为什么这样没有这样来编呢 就是因为 按照我自己的猜测 教材的编者可能会认为 虽然这三个生命周期 研究对象不一样 他们各自的结论 也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呢 这三个生命周期理论 它的研究逻辑主线 是完全一样的 宁慈 它这地方呢 重点给我们介绍的就是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用这个理论作为代表 介绍呢 生命周期理论 它整个的研究主线 大家把这个背景呢 稍微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产品生命周期 所谓的产品生命周期 主要指的就是 一款产品 从研发成功 投放市场开始 一直到这个产品 被市场淘汰 退出市场为止 所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 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 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和波动 所以理论呢 研究人员 就会根据 在整个周期 产品销售 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把一个完整的周期 分成几个阶段 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所学的 生命周期理论 那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理论 它的基本框架 谈到框架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大家 结合这个模型图 去把它理解 先观察这个模型图的 基本结构 这个模型图的横轴 就是代表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纵轴呢 就是代表 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 我们可以用产品的销售量来表达 也可以用它的销售收入来表达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 按照理论研究的成果 一个产品呢 在这个点 零点 相当于是什么 研发成功 投放市场了 那伴随着产品 在市场 存续的时间 不断推移 这个产品的销售状况 会发生变化 我们相关学者呢 就研究出一个 基本的变化规律 这个变化规律呢 我们在这用这条黄颜色曲线把它表达出来 这条曲线的形状 我们把它表达为叫类S型 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S型 那我们观察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几个明显的分界点 哪几个呢 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分界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分界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分界点 所以 这个理论 就是把整个的生命周期 分成四个阶段 那这四个阶段 看清楚了 我们分别建立为叫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和衰退期 大家呢 争取把这四个阶段的名称 先把它熟悉 那么 结合模型图 这个曲线的形状 你就看出来了 是不是 在这四个不同阶段 产品的销售 它表现的特征 有明显的差异 在导入期 产品销售呢 是不是 这条曲线 第一 绝对值比较小 第二 斜率也比较小 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阶段是产品 刚刚投放市场的初期 销售呢 比较少 然后呢 增长速度也比较慢 等到了成长阶段 什么特点呢 曲线斜率明显的提高了 说明销售开始快速上升 等到了成熟阶段 批桃曲线 达到什么 达到峰值了 说明什么 说明销售趋于稳定 销售呢 达到了最大化 到了第四个阶段 衰退期 是什么 曲线的鞋率 是负的了 像右下方 骑鞋 说明什么 说明产品销售 开始走下坡路 开始不断的萎缩 一直到产品 被市场淘汰 销售就变成零了 这就是强调 它最主要的特征 那我们这个理论 除了研究 销售变化特征之外 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也把它归纳出来了 很典型 哪个指标呢 就是利润变化 我们在这 用红颜色曲线 把它勾了出来 大家可以观察 是不是呢 在那四个阶段 利润变化的特点 跟销售变化特点 就不是完全同步 不是完全一样的 在导入期呢 利润一开始可能很低 甚至是负的 伴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 利润呢 也在慢慢改善 那么等到了成长期 伴随着收入的快速提升 利润也会再明显的提高 而且你要注意 盈利能力最强 是在成长阶段 就像我们人一样 精力最旺盛的是在轻壮年 对不对 那等到了成熟期的时候 看清楚了 收入达到最高值了 但是呢 利润开始走下坡路了 就像我们中年人一样 经济生日数据是最高的 但是呢 我们个人的精力能力 就开始明显的下坡路了 对吧 等到了衰退期 就更明显了 伴随着收入的不断下降 利润会在持续的下滑 我们首先呢 就为大家展示了 生命周期理论 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图 让大家通过这个模型图 对生命周期理论呢 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和了解 那接下来 我们就根据教材 对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理论特征的总结 我们呢 去梳理一下 我们教材呢 就给我们介绍了 产品四个阶段 他们各自的主要表现 以及呢 根据这个市场表现 他企业应该制定的目标 和选择的路径 那么这个例如内容呢 就是我们考试 主要的考试点 所以请大家呢 主要是熟悉他 我们下边呢 就带着大家 把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主要的特征 我们简单把它提示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带着呢 不展开讲 它背后的原理 就是把主要特征整体勾勒 大家呢 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等到明年 技术班学习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讲 它背后的原理 大家呢 再去既步 加强理解 看清楚啊 在我的讲义当中 总结这四个阶段 相关内容的时候 每个阶段 都是按照四块来总结 第一块呢 总结该阶段 产品技术特点 第二块 总结该阶段 产品的销量 成本和利润 第三大块 总结该阶段 竞争和基因风险 这三块 就是呢 每个阶段 它的市场表现特征 总结完这个特征之后呢 接下来 就是第四块 围绕这个特征 在该阶段 企业应该制定的目标 选择的路径 大家先把框架呢 先熟悉一下 那下面 我们看第一个阶段 就是导入期 听清楚 什么叫导入期呢 就是指 产品研发成功 刚刚投放市场的初期 由于产品 刚投放市场 说明什么 说明啊 市场当中的消费者 对产品呢 都不太了解 不了解 自然呢 也就不会产生购买欲望 这就导致销售比较低 增长比较慢 这逻辑书理清楚了 那下边我们看看 这个阶段 产品就是什么特点呢 关键特点是在这 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意思就是说 产品刚刚研发出来 刚投放市场 所以这个产品的很多方面 都没有完全定型 包括呢 产品有哪些花色品种 产品有哪些特点 产品的性能怎么样 产品所面对的目标市场 到底是谁 这个呢 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都必须根据市场返回信息 进行继部的调整 所以 最主要特征就是 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然后第二块 就是呢 销量成本和利润 按照刚才的提示 这个阶段 销量很低 为什么低 因为用户很少 刚推放市场嘛 消费者都不知道 所以用户很少 就导致呢 销量很低 增长速度很慢 然后接着 从整个成本角度来讲的话 简单总结 这个阶段 成本比较高 那这个成本费用呢 典型的是包括两个 一个是营销费用比较高 因为刚上市 为了急于打开销路 企业呢 可能需要大量的进行 广告宣传推广 另外是谁呢 就是生产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产品呢 产能过剩 产品卖的少嘛 所以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就导致了 生产成本高 所以说总体来讲 这个阶段成本比较高一些 那你想收入比较低 成本比较高 利润 结论不就出来了吗 强势谁呢 净利润是比较低的 这就是想到 它的第二块特征 然后接着 第三块 这个阶段的竞争和金融风险 是什么特征呢 从竞争角度来讲的话 记住 规模比较小 然后呢 只有很少的金融对手 但是记住 金融对手很少 并不代表竞争 就一定不提列 大家呢 要养成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听清楚了 然后接着 从金融风险来讲 大家理解 什么叫金融风险 所谓的金融风险就是指 在市场当中展开经营的时候 企业可能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 这叫金融风险 那你想 导入期 产品刚投放市场 意味是什么 意味着 是不是企业所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 就特别特别的高 产品 到底行不行 顾客 能不能接受这个产品 金融对手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结论很清晰 这个阶段的金融风险 非常高 什么叫非常高呢 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金融风险是最高的 这就是第三块 它的特征 我们就把导入期的主要特征 就实际上梳理完了 那围绕这个特征 这个阶段 企业该怎么做呢 理论总结了目标和路径 目标就是 通过企业自己的营销努力 尽量去扩大市场战略 争取成为整个市场的领头羊 那为了审定目标 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呢 一个就是研发 看清楚 要加强研发 保证产品 能够被顾客所接受 能够给顾客带来他想要的利益 那除了研发之外呢 另外就是 技术改进 通过研发 通过技术改进 去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 我们才能够保证产品 在市场中站住脚 不断扩大市场占物率 这就是第一阶段 导入期它的基本特点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阶段 就是成长阶段 一般来讲 如果产品的销售 有缓慢增长 突然表现为快速提升 就说明产品进入了成长期 我们看看 它的几大块特点 第一 产品进入特点 是什么关键词呢 看清楚 各厂家的产品 在技术和性能方面 有较大的差异 换句话来讲 当进入成长期的时候 由于收入在快速提升 利润在不断提高 就会吸引很多投资人进入这个市场 导致的竞争开始加剧 那为了有效的应付竞争 把顾客吸引过来 这个阶段 市场当中的众多厂家 他开始干什么呢 开始做差异化 利用这种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争取呢 把顾客吸引过来 这就是差异化背后的潜台词 那接着看 这个阶段呢 销量成本和利润 销量是什么特点呢 销量开始节节上升 听清楚了啊 销量开始不断的上升 节节上升 因为什么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顾客 知道你的产品了 了解你产品了 愿意购买产品了 那伴随着顾客群的扩大 就会导致呢 销量快速上升 听清楚了 那接着 从成本角度来讲的话 总成本是在不断上升的 但是由于销量在不断上升 那么单位成本 其实呢 是在不断下降的 这是成本的基本逻辑 那从利润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呢 就结合模型图 红色区别掌握就行了 伴随着销量节节上升 那这个产品的盈利能力 也在不断的上升 这个阶段 产品的 看清楚了啊 单位产品的净利润 达到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 盈利能力是最强的 接着是强调 销量成本和利润 再看一看呢 有关的竞争和经营风险 按照刚才的提示 这个阶段呢 伴随销量的不断提高 利润也在不断的改善 那如果利润不断改善 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 进入这个市场 导致什么 导致竞争在不断的加剧 结论很清楚了 那从经营风险角度来讲 看清楚了 水平仍然较高 但是呢 有所下降 跟谁比下降呢 跟导入期相比下降了 为什么 因为产品在市场当中 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所以市场上的部分 不确定性就慢慢消失了 因此基因风险有所下降 但是呢 整体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比较较高的程度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 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多一些 这就是所谓的竞争和基因风险 就把第二阶段 它的市场表现总结完了 为了这个特征 我们就制定目标和路径 目标是什么呢 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看清楚了啊 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靠什么呢 主要靠市场营销 大家重点掌握这个关键词就行了 这是第二阶段 那面看第三阶段成熟期 成熟期按照图形的解释 一般是指产品的销售 由快速上升 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那就说明产品的生命周期 由成长期进入了成熟期 先看产品技术特点 关键词呢是标准化 这是关键词 也就是说市场上 不同厂家的产品 开始呢趋于一致 那为什么成长期是差异化 到成熟期开始做标准化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成熟期竞争呢 达到一个峰值 竞争最激烈 那么竞争最激烈的表现 就是呢价格战 要想有效的打价格战 必须干什么 控制成本 要想控制成本 我们企业就不能过分 只有差异化了 这时候呢就做什么 就做标准化 通过标准化 把成本降低下来 应付激烈竞争 处理清楚了 那下面再看呢 有关销量成本和利润 销量 先看后半 这个阶段 市场规模达到最大化 但是呢饱和了 这个市场当中呢 新的客户在不断减少 整个市场销售的维持 靠谁呢 靠老客户重复购买 接着是销量特点 然后接着 从整个成本角度来讲的话 强调生产是比较稳定的 生产稳定 意味着成本 也是比较稳定 从利润角度来讲 看清楚了 无论是价格 还是呢毛利率 还是净利率 都在走下坡路 但是由于市场规模比较大 所以总体的利润空间 还比较适合 也就是说企业还比较满意 接着是所谓销量成本和利润 下边再看有关的竞争和基因风险 竞争 观点词出来了 那就是刚才讲的价格竞争 而价格竞争也是表明成熟阶段竞争最激烈 所以大家把这个逻辑呢 就把它联系起来 那从基因风险来讲的话 强调成熟阶段 基因风险既不降低了 也就是说呢 很多不确定性 也就消失了 达到呢中等的水平 这就是成熟阶段它的主要特征 面对这个特征 理论又总结了 这个阶段目标和路径 目标是什么呢 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 我们去提高投资报酬率 这是它的目标 原理请大家自行琢磨琢磨 将来基础阶段 我再去解释 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靠什么呢 看清楚了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八次真经 这是成熟期 下面再看呢 第四个阶段 衰退期 强调呢 产品的销售开始走下坡路 慢慢被市场淘汰了 那么衰退期的时候 产品就是什么特点呢 观点是在这 差别小 也就是说衰退期 市场上众多厂家的产品 仍然是什么 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然后接着 从销量成本利润角度来讲 销量的特点很明显 是什么呢 销售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结合这个图形就掌握了 除此之外呢 教台告诉我们 这个阶段的客户 对性价比要求比较高 简单的讲 这个阶段 购买这个产品的客户 一般都是挑剔的客户 这销量特征 那从成本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阶段 由于市场需求在萎缩 销量在下降 导致呢 整个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那产能严重过剩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成本就会上升 对吧 那成本上升说明什么 说明有些企业 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 它就承受不了 这种成本上升 所带来的压力 它经营不下去了 那这种企业呢 就会选择退出产品经营 退出市场 这个逻辑 要把它说清楚 那接着看 从这个利润角度来讲 关键词很清晰吧 是什么 价格毛利都很低 也就是说盈利水平在持续的下滑 这就是强调销量成本利润 它的关键点 那下边再看看竞争 结论刚才提示过了 有些竞争者先于产品退出市场 接着是刚才所讲的 销量下降导致成本上升 有些企业承受不了了 它会选择退出市场 产品还在 但企业退出去了 这是我们整个衰退期 从经营角度来讲 最典型特点 那从经营风险来讲的话 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 或者说 在生命中期四个阶段 衰退期基因风险是最低的 为什么最低 因为到了衰退期了 几乎各种情况都明朗了 没有什么什么不确定性了 所以基因风险是最低的水平 这就是衰退期它的整个特征 那面对这个特征 理论又总结了目标和对策 目标是什么呢 主要强调是防御 不要再扩张了 把它防御 然后为了实现防御的目标 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成本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那我到这呢 就是快速 简练的 把生命周期 四个阶段 这些主要的线索 勾勒了一下 那么大家呢 听一听 有个基本的了解 课下呢 结合讲义 或结合教材 自己呢 在适当的琢磨琢磨 那如果你时间充裕 你可以把 二二年技术班课件 拿过来 我在技术班课件呢 对这个理论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 背后原理的解释 大家呢 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那如果你没有充分的时间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呢 放到明年技术班 再去听 再去加上理解 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产业环境分析的 第一个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 把它数理完毕 再去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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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呢 是一把门的解释